锋利的刀子切下一大块海豹肉 男人直接塞进嘴里大块堵一起来 零下70度的北极 生吃上一口滚烫的脂肪 能为鹰扭特人的身体带来充足的能量 作为北极最后的鹰扭特人 海豹精于海象北极熊都是他们的盘中餐 吃饭之后 一只海豹瞬间被捕获 老布赶紧用铁钩钩在海豹的鼻枪 其他猎手闻讯赶来帮忙 铁棍上已经见红说明这只海豹势在必断 老布和自己的伙计们开始围着圈凿冰 试图将肥瘦的海豹从冰窟窿里掏出来 就是如此轻松 一只重达200斤的海豹就被鹰扭特人捕获了 为了过冬他们已经在这片水域折服了一个月 猎物必须越多越好 为了自己的家人 北极屠夫鹰扭特人必须如此疯狂地狩猎 因为冬季海豹需要钻出水面换气 只需凿个窟窿就可守株待保 这里是老布一伙人 围期一个月狩猎的全部猎物 这是一些三文鱼 生吃三文鱼可是鹰扭特人最爱的早餐 这是一颗驯鹿的头颅 这边雪下冷藏着20颗被斩首的驯鹿头 这是它们伸手益处的躯干和皮毛 一车满满当当的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食物 这也足够它们度过整个寒冬 小摩迪一开 就可将这一大车食物急速地带回家 不得不说科技改变人类 也改变了鹰扭特人 晚上回到家 如何分这些食物 就是一件头疼的事 一只驯鹿必须从中间劈开 一人一半 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 如此半只驯鹿 也够老布老嫂子一家吃上一周了 但是最好的一般还得留给自己的情人阿丽亚 他让侄子将最好的鹿肉放进自己的豪车内 自己扔在一旁为家族的亲戚分食物 老布的老旧布达拉斯拿着肉一脸幸福地离开 到了老布一家吃晚饭的时刻 今晚吃的是海豹肉和三文鱼 而且都是生吃 只需将这些肉切成小碎块 含在嘴里不停地咀嚼 就会缓缓地融化 肉香味肆意很是美味 你看老布的小女儿布达拉娃吃得多开心 满脸的幸福 海豹浑身是宝 他们的皮毛由于保暖性极好 还被英纽特人做成了鞋子 首先你要先取出海豹皮内的油脂和外面的皮毛 只有他坚韧的皮子才可以做成鞋子 如今的英纽特人早已经步入了现代的社会 喝着洋汽水照着白赤灯 超市里更是要啥有啥 商品琳琅满目 他们的孩子则依旧还要辨认北极这片区域上的动物 学习狩猎的技巧 这是老布的大儿子布达松 拿着狙击枪狩猎海豹 他狩猎的设备则比老布强了不止百倍 透过瞄准镜老布儿子看到一千米处的海豹悄然露头 他缓缓俯下身子 对着海豹的头颅就是一枪 直接抱头 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驾着小船去检视海豹 这是英纽特人男子成年必须得一环 只有掌握了祖先捕猎海豹的艰辛 才能不忘祖先为他们打拼的天下 即便现在的英纽特人有时会开汽车 但是雪橇犬才是他们的根本 许多年老的英纽特人还是习惯驾着雪橇犬去办事